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在日本大阪的浪宿區 這邊的人比較兇 這邊叫浪宿 阿民 現在在這個區域 浪宿區是屬於一個比較商業區 還是住宅區 商業住宅都有 大家浪宿區最有名的就是 到南坡 大家來大阪玩一下 那這邊以南坡為中心 大概九點鐘到六點鐘到九點鐘這個方向 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區塊 這就比較偏住宅 這邊比較偏住宅就對了 就比較沒有這麼熱鬧 但是如果說九點鐘 就是大概除了六點鐘到九點鐘的方向以外 其他都是比較觀光的 比較觀光區 但是自住為什麼要這麼觀光呢 是不是 要住的地方就不一定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來浪宿區看房子 對 我們今天是要 不是 我們今天是要去西區 西區 我們剛剛走過來之後 都在這邊搭捷運 在這邊搭捷運就對了 對 這邊就在交接 那浪宿區就在西區的旁邊 在西區旁邊 OK 那等一下去看那個房子是什麼房型 我們等一下看的話是一個3LDK的房子 也是大房子耶 是大房子耶 3LDK 好喔 那我們就繼續走囉 好喔 那我們現在要看那個房子 離阿坡座大概多遠啊 我們剛剛走路5分鐘左右 比較靠河堤那裡的物件 靠河堤喔 對 所以有河堤嗎 對 看了就知道 看了就知道喔 好 那這邊的街景街礦大概是這樣 好像也是蠻多住宅的 這邊應該也都是住宅的 其實都還蠻的 那 然後這邊也都是 高峰什麼的地下體來都這樣條件的交匯 都還... 中央線跟千日前線 對 所以離這邊5分鐘 應該也算是蠻方便的一個區域 那我們就直接走囉 出國在外 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在這附近的夕食店裡有有名的拉麵店 大阪城旁邊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請嘗試這個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對 好像走不到5分鐘 怎麼那麼快就到了 對啊 就是在出來接運站 8號出口最快 8號出口最快 8號出口最快1分鐘 1分鐘就到了 對 而且這個感覺是超級大的Tower 對 它這個是比較大型的社區 它整個社區好像有500多戶 500多戶 日本好像這種大型社區比較少 沒有 社區的話也有 他們現在都是Tower的社區比較多 所以說真的就是這種過數比較多 我覺得它其實有一個優點 就是 它的修散管理費 跟修散基地金 因為大家平端嘛 就會比較少一些 對像這個社區的話 它的修散基地金 好像才6000多塊之幣 1000多塊台幣 修散金才6000多塊 那1000多塊台幣 對 OK 好喔 那我們看一下喔 它這個好像是一個 就隔壁好像是醫院 所以它有連通到隔壁的醫院去 對 就是如果說 你在住在這邊 然後生病的話 直接過一個空橋 就直接到醫院的感覺 然後 感覺這邊有幾個社區 是這樣 然後共用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 這個區域 公共區域 然後稍微 大概繞了一下 它這個社區 因為是比較大的社區 所以它有一個獨立的停車 這四層樓的 停車場四層樓 下面好像還有 有沒有 這下面也有 所以它這五層樓的停車格 機械式的 這樣 然後隔壁社區 也有它自己的停車場 在那邊 這個應該是這邊的停車場 哇 進來了 進來了 這個地方就是整個是一個 它的開放式的公社 打廳拉比 這不錯耶 它有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它有一個櫃台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人 這很像飯店的 那個 Frando Desk 然後有一些公共區域 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信祥區 這感覺是有裝潢 你看這個 質感做得很好 那大社區呢 就是 裡面還有飲料的販賣機 然後還有用這個 Display 然後它有分兩邊 一樓到25樓 是這幾台電梯 那可能是高樓層 這邊是到46樓 這邊是到25樓 那我們就直接上去了 出來了 出來了 它這個一出來 就是有一點像飯店式的那種 格局 這個樣子 然後三台電梯 D樓層 這也不算D樓層 25樓以下 就是也是三台電梯 25樓以上也是三台電梯 然後直接走進來 有一些採光面 真的很像飯店耶 那在日本 你只要看到有這種有外玄關的 這種通常都是大房型 然後如果是 那可能這些全部都是大房型 那前面那邊有那種門是這樣子 直接是打開的 那就是普通房型 那我們的房子應該在這邊 好喔 好了 這一間 這好像重新都整理過了對不對 屋主有做一些裝修 開燈了開燈了 這是它的玄關區 落成區 在這裡 全部都用 塑膠膜給封起來了 進來全部都整理過 然後進來了以後 它這邊有一個空間 他們的鞋櫃 有一些這種比較大的房子 它鞋櫃是做成一間像 廚藏室的區域 兩邊都有 然後這邊 除了可以放鞋櫃以外 你可以放一些 比如說 不常用的高爾夫球袋 或者是行李箱 都可以放這邊 這屬於大房型的嗎 阿明 這是三房 3LDK的 那進來了以後 它這個 這個房間 也是 跟傳統 我們看到一些比較小的三房 進來是直接一個通道 不一樣 它這個進來是這樣轉 然後看到很多這種 好像收納櫃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這一間應該是 喔 toilet 廁所 廁所的部分 這燈怎麼開 會不會用 這裡 這邊 這有省電開關 所以會有自動 然後這index的衛浴 我們把它關掉 這樣子 然後換氣了在這邊 然後上面都有配這種 門弓器喔 這樣子 然後 過來以後 它有很多收納櫃 這邊有收納櫃 這一個房子做了很多收納 這些當時都是建商自己 就是建商做的 這不是在做 這不是裝潢 日本的房子就是很多都建商 都包在裡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間 好 這間是廁所 不是廁所 這浴室 那浴室也是標準房型 但是因為 可能有些燈 屋主已經拆走了 所以 現在這個地方不是亮的 然後一整套的 全新的 這都全新的喔 然後衛浴的部分 浴室 現在這樣看有點暗對不對 好 我們打個燈 燈打了以後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一個 標準的日式的浴缸 來 然後這裡是一個拉門 拉門 那過來以後呢 這邊就LDK了 從這邊 上面都有門供器 所以 它不會 關起來的時候 忽然 一聲 我們把它關起來 過來這邊 它就是這邊通訊的啦 然後 這個 電熱水器 都在這邊控制 燈可能都拆掉了 這個是標準的 一個 一字型的廚房 這一字型廚房 這應該是Panasonic 這一組應該是Panasonic 人造石的 不是 這是Takara 人造石的檯面 標準 然後 那個 冰箱放在那邊 轉過來 這就是客餐廳的格局 這裡可以放一些書桌 幹嘛的 然後餐桌椅 格局跟台灣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它整面打開 那電視要怎麼放 電視 電視 放這邊 沙發還是放這裡 因為應該是說 台灣人好像感覺習慣 就是沙發會放在一個可以靠背 對 但是日本的話好像沒有 沒有這個想法 一定要這個習慣 好 那我們現在 在這個角度 就可以看到有三間房間 那一間 這一間 Doremi 我們先從正門進來的這一間 它一樣是做拉門的 它一樣是做拉門 然後這樣子 可以關起來 然後裡面一樣是這樣 但是關起來的話 這一間就變成有一點像 暗房的感覺 它沒有窗 這間沒有窗 然後裡面有一個像 可以走進去的更衣室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裡也有一個租倉室 這邊放一些泡麵 衛生紙都可以 然後第二間就剛剛在沙發的後面 這邊 這也是拉門 全部拉門 它這個屬於 類似和式的那種做法 這一間就有 這一間就有對外窗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衣櫃 他們衣櫃 這樣子 然後三格的 那台灣衣櫃沒有那麼深 這個衣櫃比較深一點 然後最後是這一間 這一間應該是主臥室 比較大間 這麼大 這個在台灣也算是主臥室大小 也差不多就這麼大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房間 這是衣櫃 有點像更衣室 蠻大的一個區域 U型的 上面也可以放東西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門 直接這樣關 它關起來 就比較不會有那個碰 很大一聲 然後這一個房子有一個陽台 大概是這樣 出來看一下 喔 陽台很大耶 這麼大 超大 然後曬衣服在那個地方 看出去就是剛剛我們介紹那個停車場那邊 停車場 然後這兩個社區中間其實有一個 雖然不是公園 但有一個蠻大的人行步道區 所以說有小朋友在這邊一玩 蠻放心的 那旁邊這邊的話就是快速道路跟捷運 其實地下鐵從這一段開始 往九條方向它就是會變成是 其實變成是地上 它就不是地下 高價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隔壁社區也有一些小朋友的腳踏車 還有小朋友的一些推車 所以這兩個社區感覺是比較屬於家庭 家庭比較多 像這種的話可能就是你看 最主要你可以看社區 如果有備有很多的汽車車位的話 基本上這一個社區都是以家庭為主 那如果說它就是連地下室也沒挖 然後它也沒有停車場的話 可能單身公寓比較多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看陽台 你看每一個門的間距其實是蠻寬的 比如說室外機 這個跟這個可能看起來有一個大概兩間房間的寬度 那這個就是比較大房型 對這樣就可能比較大房型 那如果它是很密集的一個小格小格小格 隔板啊 因為那個陽台跟陽台像這種隔板很密的話 你看到這個跟這個間距這麼寬 這個就是三房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可能到這邊就另外一間的話 那就是套房 大概是這麼分辨 阿民我們進去裡面好了 這裡風有點大 蠻涼的 好 這個地方我們剛剛從捷運站走過來 其實也很近 超近的阿波座 幾乎就跟捷運站連在一起 那這樣子的一個區域算是在這邊屬於 在大阪屬於住宅區 那就是住宅區 而且西區的話 基本上沒有過河的話 我覺得它生活條件也不會跟中央區差 嗯哼 整個生活環境也不錯 那附近我們剛剛也有稍微繞一下 吃的啦 超市啦也都有 Live超市很大間喔 Live超市 一二樓的那種 對對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三房的房型 坪數是幾坪 坪數的話是70平方米 70平方米 大概是21、22平 如果再加上這個大陽台的話 可能24、25平去 台平 使用空間 那這樣子台灣可能要買到38、39平 建平才有辦法買到 這樣使用空間 然後再加上它有一個全新的裝潢 它這裝潢就是 把這個皮換掉 然後把這些鋁框門啊 什麼門 木門 門板全部換掉 還有浴室跟馬桶 還有那個廚房 翻新 大概這樣子換下來 可能要花兩三百萬 兩三百萬去的日幣 基本的部分 我們那天有去看一下家具 就是廚具行 還有廁所的那個專賣店 大概是一兩百萬 光是廁所跟廚具 就要兩百多萬了 再加上這些翻新的話 可能也要一百萬 所以大概三百萬左右 那這樣子屋主目前翻新的 這3LDK在阿波座旁邊 捷運站旁邊 這一間屋主開掉多少錢 可以假的的話是5980萬 5980 那這樣子換算下來 大概622 622 大概一千三百多萬台幣 差不多 一千三百多萬台幣 在捷運站旁邊 買到一個 還不錯的3LDK 而且它這個是TOWER的形式 那它是在 也沒有很低 它在七樓中間樓層 那這個也是鋼股的建材 鋼股的 鋼股的 大概是15年 15年 那這個你剛剛講它的特色 不是管理費還是什麼 很便宜嗎 因為它整個社區付出比較多 所以它的管理費 加修善基力金 大概快兩萬 對 這種TOWER的這種 像剛樓下還有管理員 然後它的公設 滿完善 這種費用其實算滿 算比較便宜 2萬大概換成台幣 大概4千多塊 4千多塊 跟台灣也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台灣如果你買一個 三房的電梯 管理費1坪1本 也差不多4千多塊 OK 好 那我們今天感謝阿明 帶我們來看這個房子 3LDK在阿波座旁邊 如果你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換一個阿明 阿明直接聯絡 直接私訊他 直接加入我們群組TAG 學弟阿明 那如果你是下次想跟我們一起來關係這邊 看房子考察的 也歡迎加入我們群組喔 我們日本賞物賴全 我們請到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快到了大家都想要來一支 超級輕巧的吸塵器 吸力超強 任何角落都不防護 還可以吸地毯喔 沙發也可以 超級方便 而且最後one touch 髒污直接丟掉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參考連結 看詳細資訊喔